在古典名著《红柔梦》中,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是一个典型的贵族公子形象。 她有时怜香惜玉,崇尚和情,有时喜怒无常,飞扬跋扈。 她的性格包含着多重的负草性和依稀可见的分裂形象。 那么贾宝玉的人格为什么会矛盾重重?读者又该如何来品评贾宝玉? 作家流行物显示继续综合白家讲台,以独当的视角解析贾宝玉的多重人格。 上一期讲座结尾时,刘欣勇先生提示说,《红柔梦》前八十回里,有一回集中描写的贾宝玉的人格特征, 并且写得自然流畅而又跌宕玉。 刘欣勇先生所说的究竟是书中的哪一回呢? 仅在这一个章节里,就能看出贾宝玉夺杂的性格特征了。 作家流行物显示作客白家讲台,以独当的视角解析贾宝玉的多重人格。 系列节目《刘欣勇经历红楼梦池》,贾宝玉第四集。 多重人格之谜,正在播出,敬请关注。 上一回最后我提出一个问题,就我个人认为《红柔梦》里面有一回集中的把贾宝玉的人格的几个层面全写出来了。 而且那个写得非常好,天衣无缝。 那么,是哪一回呢? 您的看法可能跟我不一样,不过不要紧。 我把我的看法汇报给您,咱们共同讨论。 我个人认为第三十回是非常重要的一回。 曹雪玉通过这一回,把贾宝玉的人格的五个层面,淋漓尽致地刻画出来了。 第三十回的回目呢,是宝钗戒善,鸡蛋双销,林冠画墙,世纪局外。 其实这一回的这个故事呢,可以分成五目。 把它那个转化为戏剧啊,是很方便的。 第一目呢,时间呢,应该是在这个午前。 地点呢,是在大观园的肖乡馆。 那么这一目的主要的内容呢,就是贾宝玉到肖乡馆去跟林黛玉呢,赔补室。 他们俩在这之前呢,已经那个感情上的那个碰撞啊,非常之多了。 那么贾宝玉给那个林黛玉陪不是的这个情况呢,也发生多次了。 在这个贾宝玉去找林黛玉陪不是的这个描写当中呢,就出现了一个惊心动魄的细节。 什么细节啊,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,贾宝玉就拉住了林黛玉的手,两个人就有了肢体接触。 那我看下面有这个年轻的朋友啊,觉得你的表情我知道,说这算什么呀? 但是这可是贾宝玉和林黛玉之间哟。 贾宝玉这个人啊,他在和其他亲生女性自己接触上呢,他是很浪漫的。 他对自己没有太多的约束。 大家可能还记得一些情节啊,比如说有一次呢,这个鸳鸯啊,到他们那个住的地方去,是吧? 他通知他这个就是假设病了啊,应该去看望。 那么这个时候呢,他看见那个鸳鸯的这个脖子啊,皮肤很白腻。 他就觉得鸳鸯这个身体很美,他就居然缠着鸳鸯,要吃鸳鸯嘴上的胭脂。 而且那个表写的用的那个形容词啊,让咱们看了呢吧,也挺扎眼,像牛骨糖似的。 你想想什么形象,是吧? 所以贾宝玉呢,就是说他作为一个贵族公子呢,他对于一些青春女性,他有某种特权。 他可以啊,有一些浪漫轻跳的表现。 但是他对他所钟爱的林黛玉,因为他们主要是精神上相通,首先是精神上的爱恋。 所以他非常珍惜和林黛玉之间的关系。 他和林黛玉的肢体上的接触是非常谨慎的。 那并不等于说他对林黛玉的爱只是一种纯精神的爱。 大家也还记得一个情节,就是他有一次看见那个薛宝钗,那个膀子啊,特别美。 他就这么想,他说这个膀子要伸在这个李妹妹身上的话,我到头摸一摸。 但是现在偏偏长在这个宝钗身上了。 他有这样的内心活动。 所以他对林黛玉是从精神的肉体,他全方位的爱。 宝钗对黛玉的爱是刻骨闻心的。 打速废物,心迷活宝钗那一回头。 宝钗说,好妹,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的病在这里, 又不敢告诉别人,只好来着。 睡里梦里,也忘不了我。 这书名,他对黛玉绝不仅仅是思想上的制度道路, 而是发生内心与深沉而热烈的爱情。 可是在曹雪芹屏下,贾宝钰又是一个飘忽不定的情种。 他喜欢在女儿堆里撕混,也时常表现出近乎下流的体重。 这就与他对黛玉的痴情有着强烈的谋论。 那好,曹雪芹这样逐笔的用意何在? 刘兴先生又会怎样来评说? 曹雪芹为什么要这样写? 他就是为了告诉我们贾宝玉是一个成熟的男性。 虽然在当时那样一个社会里面,贾宝玉的年龄, 我们现在听起来觉得很小, 可是那个时代人的平均寿命是比较短的。 红龙一开始就说,作者说半生潦倒,半生,三十岁就是半生。 人的一生认为就是六十岁。 人到七十就古来西了。 所以那个时代的男女呢,有些早熟的是不奇怪的, 他平均寿命短。 贾宝玉那个时候呢,已经十三岁了。 他是一个亲信已经成熟的男性, 包括前面写《锦幻仙姑》, 密授他男女之士, 以及写这个贾宝玉出世云与情。 有些读者始终不懂曹雪芹的苦心, 甚至现在还有一些读者说, 那这不是刘邦教唆吗? 你这个小说这么写这个呀。 但是对曹雪芹来说, 他这样写, 他是非常有必要的。 他通过这样一些情节安排告诉你, 贾宝玉当时是一个成熟的男性, 否则的话呢, 读者读到后面就会产生误解。 以至于这种误解呀, 虽然曹雪芹这么写了, 现在有的人还存在。 你比如说, 有的人改编一个影视, 贾宝玉的形象, 他总想选一个女演员去演。 有些读者觉得贾宝玉很女性化, 或者觉得这是一个无性别的一个角色。 那么小说后面写到贾母对贾宝玉的一种质疑, 说他和丫头们这么好, 这是搞不懂。 要么就是说他懂得男女姿势了, 要么就是说他是不是是一个女孩, 投胎了, 投错了, 生了一个男性的身子。 再加上贾宝玉和一些社会边缘人有交往, 比如说柳香莲和秦宗和蒋玉汉, 所以也有人对贾宝玉的解释, 就是他是一个同性恋者, 他对异性的身体没有兴趣, 不是这样的。 曹尔街之所以下笔很细腻, 就生怕你误会, 他写了一个身心都很成熟, 很健康的一个男性, 所以他对林黛玉的爱不是病态的爱, 是全方位的, 从精神到肉体的一种真正的爱。 因此呢, 他对林黛玉就非常尊重, 他认为这个林黛玉呢, 不能够随便的去倾泻, 所以在秦极当中, 他抓住林黛玉的手, 这本身是贾宝玉对林黛玉的一种, 铭心刻骨的全方位爱的一种肢体语言。 那么曹尔街就很郑重的在第三十位里面, 给我们展现了这一幕。 那么林黛玉是不是完全拒绝了他呢? 林黛玉没有完全拒绝, 如果林黛玉完全拒绝的话呢, 底下那个情景就不会出现了。 什么情景啊? 两人呢, 一个陪不是, 一个扭扭捏捏捏, 既没有接受他陪不是, 也没有完全拒绝他陪不是, 两人正在这个关头呢, 突然听见一声说, 好,好了, 王熙凤来了。 王熙凤来了以后呢, 就把他们两个呢, 拉着就带到了贾母那儿, 王熙凤就有一个汇报, 王熙凤怎么汇报的啊? 意思就是说老祖宗呢, 你还担什么心啊? 两人对陪不是的, 说这景象啊, 倒向黄荫抓住了姚子的脚, 两个都扣了环了, 形容他们两个当时那个肢体上的心理成度。 那么这第一幕很要紧, 因为前面写了那么多他们两个感情纠葛, 而贾宝玉呢, 又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, 他一会儿呢, 对这个感兴趣, 一会儿对那个感兴趣, 所以曹哲晴深怕你误会, 觉得或者贾宝玉呢, 他还没有成熟, 忽里忽度, 不知道自己的性别, 或者知道自己是一个男性以后呢, 乱爱, 或者觉得他对林黛玉呢, 无非就是共同的, 不满那个仕途经济, 林黛玉从来不劝他去读书上进, 仅仅仅是思想共鸣, 都不是, 那么在三十回的第一幕, 就写出了贾宝玉的人格当中的, 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部分, 就是他作为一个成熟的男性, 已经有了成熟的爱情, 他这样一份爱情, 只献给了一个人, 这个人不是别人, 就是林黛玉, 这是第一幕的这个内容, 刘兴武先生认为, 曹雪芹刻画贾宝玉的形象, 就是要写成一个活人, 他使我们相信, 在那个社会背景和生存空间里, 就有那样一个生命存在, 他夹带着其人性中的全部复杂因素, 就这样走着他的人生之路, 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, 让我们见识到了真实的人气, 在第一幕中, 刘兴武先生为我们偷袭了, 宝玉对淡雨情感上的高尚情境, 而在宝带差的三角关系中, 宝玉与宝钗这样特殊的人物关系, 就显得复杂多了, 那么对于薛宝钗的态度, 又能显现贾宝玉什么人格特点, 那么然后就第二幕, 第二幕呢, 这个王兴奉就把他们带到了这个贾母那个地方, 就是中午, 这个王兴奉把他们两个拉到那去, 既是向贾母展示他们两个和好的情景, 让老祖宗放心, 实际上也是到了饭点, 约他们一块去吃饭, 那么吃完饭以后呢, 这个时候就发生了这个回幕上, 头半回的这个情节, 就是宝钗借扇鸡带双销, 当时这个, 在贾母呢, 那个吃完饭以后呢, 贾宝玉呢, 就有点那个不自在, 因为他跟戴玉酸勉强可以算是和好了啊, 可是呢, 这个他生活当潜伏的危机还挺多, 而那个时候呢, 他又知道别人都拿那个特殊的眼光, 看着他的临带玉, 眼前有一个薛宝钗, 那么这个情况下呢, 贾宝玉就想取得一种人际之间的平衡的一种状态, 他要享受这个伦理当中的平衡之乐, 所以他呢, 就主动啊, 去跟薛宝钗说话, 薛宝钗当时呢, 情绪也不太好, 这个时候就擦了一笔, 就有一个小丫头, 突然跑到薛宝钗眼前, 就问他, 说我的扇子不见了, 是不是你给藏起来了呀, 本来这也无所谓, 是吧, 这个丫头呢, 有的古本呢, 写作电儿, 有的古本写作靓儿, 那么, 我现在呢, 取电儿的这种说法, 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垫背的, 是吧, 他本来这个, 他没有任何恶意, 是吧, 本来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, 结果薛宝钗因为正在这个烦躁, 是吧, 就拿他出气, 这小说里面呢, 一般读者印象呢, 就是说这个林黛玉呢, 说话呢, 是尖酸刻薄的, 薛宝钗呢, 是温柔的, 是特别的良好尺寸说话的, 但是你看这个细节当中, 薛宝钗是什么表现啊, 大路, 指着这个电儿说, 你要仔细, 广泽四个字说话, 就跟打雷似的, 是吧, 底下意思就是说, 你该问谁问谁去, 你怎么跑来问我, 哎呀, 这个电儿就, 当时就吓坏就跑掉了, 那么这个时候呢, 这个贾宝钗当然就很尴尬了, 是吧, 那个, 什么叫这个, 戴双敲啊, 看起来呢, 这个薛宝钗呢, 是骂的是电儿, 实际上薛宝钗发露, 他是针对谁啊, 就针对贾宝钗, 就说你们两个闹那个气, 大家都知道, 对不对, 是吧, 你现在跟我没话早话, 跟我搭山, 对不对, 你要仔细, 不可以这样对我, 所以贾宝钗就非常狼狈, 这点写得很微妙, 贾宝钗在第二幕当中呢, 他的人格当中的另外一个要素, 就是他希望呢, 除了享受和林黛玉的那种专一的爱情之外, 还能和其他的青春女性, 特别是跟薛宝钗, 保持一种这个情感的平衡, 结果对不起, 林响平衡, 人家薛宝钗不给你这个脸, 人家就借扇机带双锹了, 那么这个时候贾宝钗就很败幸, 败幸的, 那么就引入了第三幕, 时间呢, 紧接上场, 他就从这个贾母那里出来了, 那么贾母的院呢, 在这个府地的西部, 贾宝钗如果他回大观园的话呢, 就要往东走, 往东走就要路过王夫人的那个住处, 因为大观园在这个中轴县的更东边, 那么当时王夫人呢, 正在歇武教, 王夫人的贴身大丫头金川呢, 正在伺候王夫人, 这就是第三幕出场的一些人物, 那么这一回呢, 贾宝钗就闯了大祸了, 大家都记得很清楚, 因为这一回经常被人讲述, 贾宝钗和金川之间, 确确实实进行了调效, 金川本身就比较轻跳, 金川的轻跳前面就有伏笔, 早在这个第二十三回交代这个就是, 大观园闲着也不好, 贾园村下了旨意, 就让这个贾宝钗跟姐妹们都住进去, 为了落实这个事情, 贾正和王夫人呢, 就召见了贾宝钗他们, 那么贾宝钗被召见, 还没进屋的时候, 就碰见了金川, 金川当时跟他怎么说呀, 记得吗? 说我这嘴上是财擦的胭脂, 你要不要吃一口, 大意就是这样, 就是金川当时在这个, 假设王夫人在屋里, 自己在屋外的时候, 就敢于和贾宝钗这种调效, 但你也不要把这看得特别的恶劣, 就是金川因为他是王夫人生前的这个大丫头, 在府地里面丫头里面的话呢, 那他是地位比较高的, 所以到了这个三十回第三步的时候呢, 在王夫人那个睡午觉, 在卧榻上那个打V顿的时候呢, 金川就又跟贾宝钗挑笑, 那金川有的话呢, 确实呢, 有点过头, 除了跟贾宝钗挑笑, 说金山子吊在井里头, 有你的只是有你的, 之外呢, 还说, 说你到那个东院去那个, 意思是桌尖去, 你去逮那个贾桓跟那个彩云去, 其实贾桓云也未必就那样, 他就有那样的一些调笑的语言, 结果没想到这次呢, 王夫人呢, 没睡踏实, 因此王夫人呢, 听到了他们的话, 一下就暴跳起来, 大了金川一耳光, 贾宝钗一看他母亲正路就一如鸢就跑了, 底下有些情形, 贾宝钗当时就不知道, 王夫人就立刻就把那个金川的母亲找来, 就把金川脸出去了, 在当时那样的贵族府邸, 像这样一种大丫头被撵出去, 他的命会是非常悲惨的, 为什么丫头们不愿意被撵出去, 为什么经常有人用, 好不好拉出去拍一个小子, 威胁他们, 这个也要在以后我讲到丫头们的命运的时候, 再详细的跟大家解释, 现在就告诉你, 在这第三幕时候的贾宝钗, 他人格当中的, 停而下的一面, 他因为这个, 第一幕跟林黛玉, 赔不是, 算是有点成果, 但是还有点心烦意乱, 结果到贾母那儿呢, 又被这个薛宝钗, 借扇机, 带双锹, 闹得灰头土脸, 那么他作为贵族公子呢, 当时他在心理上就要求用一些行而下的办法, 来麻醉自己, 就跟有的人烦了以后会抽烟, 会喝酒一样, 所以他跑到这个王峰那儿, 看在金川那儿, 他就用一个丫头的调笑, 想来麻醉一下自己, 结果没想到呢, 晾成大祸, 那么这就是第三幕, 曹雪芹对贾宝玉这个男主人公的描写, 变幻莫测, 胡说迷离, 引了不少红礼, 众说不议, 卢勋给了曹雪芹很高的评价, 认为他打破了以往塑造人物的连统化, 简单化的故事, 不是把好人写的一切都好, 把坏人写得十恶不赦, 而是尽可能地还原生活的本人面, 所以对贾宝玉这个形象, 我们才感到亲切, 才感到真实更新, 也有人认为, 曹雪芹笔下贾宝玉喜怒无常, 表感不尽, 似乎有着人格分立之陷, 对于这些说法, 刘新宗先生如何依据书中的相关事例, 进行偷袭呢? 紧接的就是第四幕, 时间都是完全衔接的, 他就从这个王丰院子往东跑出去了, 就进入大观园了, 大观园当时呢, 根据曹雪描写呢, 就鸭血无声, 只有那个寄鸟在叫, 一个新的环境, 他就渐渐的平静下来, 那么在这个强威院就发生了一段故事, 这就是第三十回的第四幕, 曹宝玉忽然听见那个强威花架的那边有人呢, 在轻轻地哭泣, 他就在花架的这边往里面偷看, 就看着一个女孩子蹲在地上啊, 拿一个这个头上这个, 原来是沾头发的沾子啊, 在地上啊, 抠土, 来后来去抠, 那么贾宝玉就在自己首诗里面呢, 复原他抠土的那个笔画, 就构成了一个字, 仔细想的话呢, 是墙威花的墙, 那么请注意啊, 这个画字的女性是谁呢, 在这一回没有明白交代, 但在后面就交代的很清楚, 就是为了原非行亲, 容国府准备了一个戏班子, 有十二个女孩, 他们的一名最后都是一个官子, 就是红楼十二官, 那么这位画墙的, 就是红楼十二官当中的灵官, 贾宝玉当时呢, 就被感动了, 说这个人来过来去画一个墙, 是吧, 这么专注啊, 而且那个时候呢, 突然就下起了雨, 浮天的气候变化无常, 就下起了雨, 下雨的情况下, 那个女孩子还不停, 还在那儿画, 贾宝玉听她说下雨了, 这个时候女孩子才被这个声音惊动, 一抬头呢, 看见那个墙薇花架在那边呢, 有一个脸对着她, 因为那个墙薇花的那个花架的那个花很多, 花叶很多, 蹭托着贾宝玉的脸, 贾宝玉的脸本身呢, 又很娇美, 所以这个姑娘就以为呢, 外面也站着一个姑娘, 就说姐姐, 你说我下雨让我躲雨, 难道你那就不淋雨吗, 贾宝玉想起来, 原来他也淋着雨呢, 那么这个上一讲我已经说了, 这当然是体现贾宝玉的情不情, 以真情对待无情, 体现他这个人格特色, 那么在第三十回里面, 又再重笔的描绘了一番, 底下就是第五幕, 第五幕呢, 时间呢, 是紧接上场, 下雨了吗, 赶紧往怡婚院跑, 结果呢, 怡婚院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, 什么局面啊, 大白天怡婚院关着门, 是吧, 为什么呀, 有两个那个戏班子的这个小戏子, 一个叫做宝官, 一个叫做御官, 到那个怡婚院去找人家同玩, 人家同也真会玩, 下雨了, 他们就把那个泻水勾堵上, 让这个院子里呢, 积上水, 然后就把一些那个水禽, 还把他们翅膀给缝了, 怕他们飞, 那个水里面让他们游动, 好玩, 大家就玩得非常开心, 贾宝鱼就帮忙敲门, 就居然没有人来开, 而且这个其中的贾宝鱼最喜欢的丫头就是秦文, 气最粗, 最不愿意开门, 谁还这个时候跑来啊, 结果还是西人跑过去开, 西人搁到门口一看, 哎哟, 原来是贾宝鱼回来了, 就把门打开了, 那么刚一开门, 贾宝鱼一脚就踢过去, 就踢着这个西人的胸口了, 晚上解开衣服一看呢, 就淤血了, 到半夜呢就吐血了, 这个西人啊, 就挨了一个窝心脚, 而且他也有关于这个西人的心理描写, 在三十一回的开头, 接续三十回的故事就说, 西人啊, 就骨绝将数日, 想着后来, 真容夸越之心, 接近灰了, 西人是一个表面上很温柔, 内心也很刚响, 很有追求的一个人, 那么爱了吴血脚以后呢, 连他那种心劲都灰了, 很严重的一次人身伤害, 那贾宝玉他突然又呈现出这样一个面目, 凶神恶煞, 展现出了贾宝玉的人格当中呢, 最糟糕的一面, 他作为贵族公子, 他有特权, 当然他后来很后悔, 但是你要知道, 在那样一个社会, 那样一个贵族家庭里面, 作为一个贵族公子, 他踢了丫头, 踢了就白踢了, 他有这种特权, 那么他在急切当中, 居然也就使用了这种特权, 这就是贾宝玉, 赵宝玉写得非常的精确, 写出了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存在。 通过刘新武先生的分析, 我们不难看出, 贾宝玉人格的形成, 与世代背景是分不开的, 他生活在腹外的贵族环境里, 不可避免地沾染着一些恶劣袭击。 但更多的时候, 他还是在大观园里的女儿国中, 赏花观草, 敌银浅畅, 自由自在的生活。 在他身上, 好坏两种性格形象, 并必定存。 贾宝玉受时代的女性, 找不到现实生活的出路, 他想要摆脱贵族社会的质物, 但却又不能够一步贵族阶级, 这就是他的思想性格, 一句很悲剧性的严重的活动。 对于贾宝玉的多重性格, 刘兴武先生依据一个章的回, 进行了详细解析。 那么, 在刘兴武先生的多维视角下, 贾宝玉的人格特征, 到底该怎样认识与归纳呢? 那么现在我们总结一下, 从最低层面往最高层面, 咱们回顾一下。 那么先说这个比较低的层次, 我们把它叫第一层次, 它人格第一层次。 它第一层次呢, 我是这样概括的, 就是顽固公子本色, 以我为主, 有发露示威的特权。 说白了, 用今天的语言说, 就他有阶级烙印。 这点曹小星他写的不含骨, 不是说我热爱这个角色, 因此我就处处把它都打勾, 不是这样的, 它有第一个层次。 虽然他和其他贵的公子有很多的区别, 但是呢, 对不起, 他和他们之间也有共同之处, 养尊处优, 受不得一点委屈, 开门开晚了一点, 就气得要死, 就不惜出重脚踢人, 也不管来的是谁。 那么, 第一个层次就是贾宝玉的, 一个人格当中的最卑下的层次, 一个形而下的层次。 那么第二个层次, 第二个层次也是形而下的, 就是贾宝玉他借不掉形而下, 他爱吃胭脂, 爱吃胭脂是什么意思啊, 就是一个, 那个意思的一个隐蔽的说法而已, 我就不把那个话说出来了, 你自己心中有数, 对吧, 就是说他有时候很轻薄, 他以轻薄调笑来消解自己的郁闷, 这是他第二个层次, 也就是说他有他的人性的弱点, 第三个层次呢, 就是贾宝玉他是一个活人了, 任何一个活人都不可能单独生存, 都有一个和他人和群体相处的问题, 在今天社会呢, 尤其如此, 是不是啊, 因此就有一个人际关系的问题, 在人际关系当中, 每个人有不同的处理的方式, 每个人有不同的追求, 那么贾宝玉, 他的处理方式和他的追求, 就构成了他人格的第三个层面, 就是他有一种人伦亲和的追求, 他希望跟每一个人都构成一个和谐的关系, 其中最难处理的, 就是他和林黛玉, 薛宝钗, 史湘芸, 最亲密的身边的, 清纯旅行之间的关系, 那么他希望呢, 都能处好, 都能够使他愉快, 他也能使这些人都愉快, 这是贾宝玉的人格的第三个层次, 他享受归有归行, 他渴望平衡, 他希望在细微的体贴当中, 给别人快乐, 自己也快乐, 但是呢, 有时候呢, 他就会碰钉子, 他就会达不到目的, 因此呢, 他也会派生烦恼, 那么第四个层次, 就是情爱层次, 就是他的那个, 最重要的感情的主成部分, 他有他的特色, 在当时那个时代, 那这是相当高的一种情感境界, 就是他笃信牧师姻缘, 他不承认金鱼姻缘, 他把他全部的爱奉献给了林丹宇, 是一种圣洁之爱, 是绝对尊重, 绝对专一, 他可以和一些青春女性, 一块玩, 一块呢, 嬉戏, 乃至于和有的丫头之间, 他有点调笑, 但是他真正说说爱情的话, 他就爱林丹玉, 他要娶妻子, 娶正妻的话, 没有另外的选择, 就是牧师姻缘, 就是来娶这个林丹玉, 这在当时的情况下, 应该说是表不起的一种精神境界, 那么第五个层次, 就是我们上一讲已经重点讲过的, 情不情, 就是贾宝玉他的那个人格当中最放光彩的那一面, 就是他还追求失忆生活, 融进宇宙, 以真情对待无情, 那真是超越繁俗啊, 达到的这个宇宙大爱的这种境界, 而这个五个层次居然在三十个一回书里面, 陈尔西就把它全写到了, 而且他不是死板的写法, 不过说先展现第一层次, 最后展现第五层次, 不是他花叉的写, 那么我在这次讲座一开始的时候, 就讲到两位红鱼朋友, 这是真实存在的两个人, 在我准备讲座过程当中呢, 我们不断进行讨论, 那我就问过他们, 我说你觉得曹玉现在第三十回里面, 把贾宝玉的这个人格啊, 五个层次这么来写, 你觉得别扭不别扭呢, 他说话还真实, 说你这么一分析啊, 说老实话我还吓一跳, 怎么他这个层次低说那么低, 层次高说那么高, 可是读这个小说的情节流动的时候, 我觉得非常自然, 我一点没觉得别扭, 因此我们得出一共同的结论, 就是曹雪芹在文学成就上, 我们应该充分的认知, 他不但写出了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艺术形象, 而且他在表达他的主题的时候, 他一点都没有牵强的地方, 他是非常的自然的把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扣划出来的, 那么当然, 说到这儿的就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出现了, 就是有的红迷朋友呢, 一定会问, 虽然您说了半天, 老师这个古本红楼梦前八十回, 古本红楼梦, 是不是只有八十回呢, 八十回以后有多少回呢, 如果说高过去的不对, 那么您能不能够把您认为正确的那些内容告诉我呢, 那么在下一项我就会很愉快的告诉你, 我对八十回以后, 贾宝玉命运的探议的心得。 在一百二十回通行本《红楼梦》中, 贾宝玉参加了科学考试, 并且考中了举人, 最后消失在红尘中, 飞身天际。 高过的叙述至此结束, 刘星武先生认为, 这样的结局并不符合曹雪芹的远比远一, 那么贾宝玉最后的命运究竟如何? 作家刘星武先生根据探议心得, 为您精彩揭秘《红楼梦》中, 贾宝玉最后的结局。 贾宝玉最后欢迎认为, 葬工人世界最后的生命远舰和水关, 屈芹玉最后的命远, ily遗御并找赢尾段, 您或计判过来, 可但贾宝玉最后的记录。 这后,